你知道全世界最美的28条步道 其中一条在台湾吗? 那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宜兰的太平山 太平山它位于宜兰的大同乡 海拔大约有500到2000公尺 它这边除了有高山的湖泊 翠峰湖之外 还有块木的原始森林 还有超优质的温泉 鳩之泽温泉 那在太平山里的建秦淮谷步道 还被评选为全球最美的28条步道之一 在台湾真的有很多很美的地方 赶快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太平山两天一夜怎么玩吧 GO 我们今天要带我们最亲爱的阿嬷 还有小阿姨 还有妈妈一起 欢迎你跟他们说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现在要去太平山 要去的北京八百年 大午的天气楼 大午看到三嬷 这么大块这么大块的 从台北出发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到这个太平山的售票口 如果没有开车的话 这边的话收费平日一个人是150块钱 然后假日一个人是200块钱 开车的话 他要在家收个清洁费100块钱 这地板上都是木头的屑屑 很香耶 太平山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距离太平山入口处不远的 这个鳩之泽温泉 但是据时代的时候 在这边的伐木工人 在休息的时候就会来这边泡汤 除了泡汤之外 这边也是可以煮温泉蛋跟温泉玉米哦 来到这边除了泡温泉煮温泉蛋之外呢 这边也是有一个步道可以走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买蛋 或者是泡温泉的票 他这边有分家庭汤屋 还有入圈的SBA区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汤屋长什么样子 哇 蛮大的 这一样多少钱 500块 一间500 冬天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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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温泉区煮蛋呢 可以在这里租借这个猪篮 还有一盒蛋50块 然后还有租一个猪篮 20块 然后就要进20000块 这个拿回来还他就退你20000块 大家都自己带东西来煮 对啊 我们试测 他这边有写温泉蛋煮12到15分钟 来洗温泉 再来补门 我想好久了 没有来过 这里咯 寄食花 有了吗 有 可以 可以 我的 要完热水要来这里做个冷水三分钟 哦 哇 这温泉蛋啊 就是这样啊 这温泉蛋就是这样啊 好 这温泉蛋 那温泉蛋 吃完哦 吃吃的软软有用用的 好不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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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山的收费站进来后大约再开个20分钟 就可以到这个中间游客中心 它这里会有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它以前在锁到的起点跟蓝台之间 所以这边称作为中间 在这里温泉中心里面就会有一些 只有在太平山才会有的昆虫啊 蝴蝶啊 和动物的介绍 它这里设有室内的展示馆 然后展出了太平山这边四季的不同的景观 这里冬天还会下雪耶 你看 这边就有云海 漂亮 它这户外还有这个蒸汽集材机 那这是当年用拉动钢索的方式来拉动这些木材 这也是在林场内不可以缺少的一个设施哦 这就是我们这次来要住的太平山庄 那在太平山这边呢 如果要住宿的话 只有太平山庄跟翠峰山庄这两个选择 那这两个地方都超难订的哦 我自己订房的方式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呢 就是几个月前就要先上网 赶快去关注那个订房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在出发的大概前两三天 就可以上网去看 有些人他们会不订 然后就把房间给退掉 这时候就可以赶快去抢那个人家退掉的房间 入口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太平山庄服务站 然后办理check-in也是在这个地方哦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台湾山 它这个700片屋顶 我用这样子都比我宽度还大 我们check-in完呢 它就会给我们一个这个简单的地图 那它上面都有一些太平山庄这边的景点 就可以看着这个地图上面去走 在这个服务区的旁边就是有一个风红步道 它这边最有名的就是有中了两排的职业处 那它这个是4月到10月才会有叶子长出来 它一开始不是这么红 那它是经过了太阳的照射会越变越深的颜色 这也是超美的 对啊前面一亿整片都是红色的 太美了吧 这步道真的好美哦 感觉走九遍都可以 你以为这里是忠孝东路吗 哇这里有一个快幕广场 这里以前在日居时期啊 就是日本人来这边开采木头的 所以才会有那些运木头的小火车 就这些快幕的形状都是奇形怪状的 就觉得那很像一只鸟吗 哪一个 这个啊 我觉得这里有像一只鸟 我觉得像一个 玩船 在服务站旁边的阶梯往上走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餐厅了 它这里还有个禁止喂食猕猴的告示牌 太可爱了吧 早餐、中餐、晚餐的用餐地方就在这个餐厅 这里用餐的一个人就是250块钱 厚鸡肉、厚鸡肉、厚鸡肉、厚小鸡肉 这座鸡肉 叔叔看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坐蹦蹦车 坐蹦蹦车 这蹦蹦车呢 因为最近有地方蹦它正在维修中 所以没有办法开到冒星车展 在恢复通车之前呢 搭车的费用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老人 都是50块钱 蹦蹦车去城坐后面回城坐前面 平山的蹦蹦车呢 它本来是在运送木头的 所以也叫做3D运车回倒车 掰掰 这里为什么叫蹦蹦车 它有两种说法 那第一种说法呢 是因为它铁轨它是用接的 那火车经过的时候 就会有蹦蹦蹦的声音 所以就叫做蹦蹦车 第二种说法呢 就是这个火车的烟囱 它发出电的时候 会有蹦蹦蹦的声音 所以它叫做蹦蹦车 这会有蹦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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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车头 还有这个猫头鹰 还有这个人附写的列车章 老的时候再走一次 老的时候再走一次 他这八十五岁 我走过走 我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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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餐厅的对面 就是一间咖啡馆 在外面就闻到它的咖啡箱 这真的是在云海上面 难怪它叫云海咖啡馆 在等check in之前 我来这边吃 松平和咖啡 来坐太平衣山庄 可以来这边享用咖啡 可以拿着咖啡 拿一瓶用口教的饮料 和餐点 我们这次就是住这里 香山馆 现在这个房间都是山木的味道 右边是一个浴室 这个是双人床 他说这里有电坛 很热耶 拖鞋也都有猫头鹰的造型 可爱 这边热水的时间是 下午五点半到十一点 然后早上五点半到八点半 所以要注意这个时间 这个编鞋小屋好美喔 可是超难订的 都订不到 对啊 这个我每天上去关注 要去抢 我都抢不到这个 我订不到这个 它这里有一个客厅 看一下 你家的 它这边除了蹦蹦车这个之外 还有二十个步道可以去 你看这几个步道都超美的 快目原始步道 六百公尺往返三十分钟 然后这个步道要二点五小时啊 然后这个步道要二点五小时啊 感谢观看